各位評審老師家長們及各位在場上的大小朋友們 大家平安 我是來自大平林聖山堂的主日學小朋友莫莉卡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聖經故事是 石頭女的比喻 石頭女的比喻 那時耶穌用十個童女來比喻天國 有十個童女 其中五個是糊塗的 另外其中五個是明智的 五個糊塗的童女 戴著他們自己的燈 卻沒有隨身帶油 五個名智的童女呢 有帶燈也有隨身帶著油 他們拿著自己的燈跟油 去迎接新郎 他們到那邊的新郎 結果新郎遲到了 和他們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打盾睡著了 半夜到了 有人喊說 新郎來了 新郎來了 你們出來迎接吧 那些十個童女都驚喜了起來 準備他們的油跟燈 結果五個糊塗的童女 發現自己沒有帶油 就趕快跟五個明智的童女去借油 欸欸欸欸欸欸欸 可不可以借我們油啦 因為我們的燈框熄滅了 嗯不行欸 如果我把油分給你們的話 恐怕我們的油都不夠用呢 我看還是你們最好去賣油的那裡 去為自己買吧 那五個童女 五個糊塗的童女就 聽了五個聰明的童女 去那裡買油 他們在買油的過程當中 新郎已經到了 那準備好的五個明智的童女 就很高興地跟著新郎 一起進去美好豐盛的婚宴 那然後他們一進去的時候 門就關上了 之後呢 那五個糊塗的童女 趕了過來的時候 發現門已經關上了 他們就敲著門說 主啊主啊 快讓我們進去 我們要參加這個婚宴啊 主人卻答說 不行啊 如果門已經關上了 就不再打開了 還有你們是誰啊 我真的不認識你們啊 那五個糊塗的童女 就被拒絕在門外 無法參加美好豐盛的婚宴 非常懊悔 但是也來不及補救了 這個比喻是告訴我們說 要為將來去天國的婚宴 做好完全的準備 童女是比喻基督徒 那新郎是比喻 新郎是比喻 耶穌基督 婚宴是比喻天國 尤當好比是信德 而尤好比是愛德 只有信德是不夠的 真正的信德要用愛德來啟發 才能活出真正的信德 這個比喻是最後是告訴我們 要為將來去天國的婚宴醒悟 因為你不知道是哪個時辰 也不知道是哪時 以上是我的聖經故事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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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s 於 Asati 突然 biological 總共想說 如是 總共